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欢迎收看热线追踪 我是王李仲彦 今天节目一开始 镜头要先带你来到台湾的西部海岸走一遭 本该是台湾最美丽的海岸线 怎么成了最独海岸线 位在新竹凤鼻隧道旁的新峰掩埋场西侧 沿海2到3公里 名言这炉渣跟太空包 大多被海浪袭击破碎 太空包里头的吉成灰裸露在外 让专家担忧的是 吉成灰含有戴奥鑫 鑫更高达20到30万ppm 远高过炉渣的5万ppm 更别说高量的铅 隔等重金属 一旦冲进海里 经过食物链效应 最终还是人类遭殃 这些被堆放长达20年的 有毒事业废弃物 到底是哪个环节疏失造成 后续又该怎么解决这个严重毒瘤 日线追踪记者蔡佳恩 詹鸿顺带您深入了解 海浪拍打激起阵阵浪花 乍看之下 应该是台湾美丽的海岸线 但在看似完美的表面下 却藏着毒害环境的惊人秘密 透过空拍机镜头俯瞰海岸线 看不见天然礁石 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片 深核色的片状石块 走近看这才发现 这些不是大自然所生成 而是20年前 随意请到的电湖炉炉渣所形成 更夸张的是 沿岸看似小山坡地 里头竟然不是土壤 而是含有重金属 及带要新的集成灰 填海造路而成 在西风野埋藏附近的这个海岸线 我们可以看到沿路走过来 可以看到在地上 全部都是生锈的电湖炉渣 再往上走 一大堆由太空包集成灰 所堆积的深小山坡 而且绵延好几公里 今天跟大家报告来这边做线刊 先让他知道 其实从这边肯定也看到 这边过去 这大概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 立委环保团体开记者会 揭露这个被埋藏多年的可怕事实 环保署赶紧配合线刊 进行初步污染范围调查 台南社大研究员曹瑞光就说 光是要到这个海岸线勘查 还得穿越新峰掩埋场旁的 隐秘小路才能到 当初乱请到掩埋的业者 就是看准地点隐秘 才会大胆地在这掩埋有毒废弃物 我们一开始来之后觉得很夸张 因为还没有停车的时候 你看到这很漂亮的海 一下子就知道吓死人 就是你一下来发泽吓死人 就是整个小坡块进来全部都炉杂 就觉得蛮震撼的 然后玩到了像这样的缺口的时候 你会觉得更恐怖 是因为我们现在脚底下踩的 其实是吉成灰 不说还真的看不出来 我们所占的小山坡 全是吉成灰所堆积而成的 再仔细看 这看似土壤的泥土跟一般正常土壤 明显有天壤之别 它是很细的粉 像我现在这样子 我轻轻一摸 有没有很细的粉 它不像沙子 沙子还没有 它没有 站在海边 闻不到大海的气息 却飘出浓浓的刺鼻臭味 令专家更担忧的是 这个掩埋多年的吉成灰 经过长时间的大雨海浪冲刷 绝大多数已经伴随流入大海 最严重的情况 沿岸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都很可能遭到吉成灰严重污染 因为整个吉成灰 在这里是被雨水冲刷 海浪冲刷 像这个洞已经被挖掉了 已经挖到海里面去了 这个东西 风吹或者下雨水游冲刷 它就整个都散布到环境去 然后重金属大耀性 就会跑到周围环境 然后透过食物链 这个最后其实会跑到 人体跟生物的身上 从这边就是了 你看到太空包里面的这些土 看起来像土的地方 我们认为它就是吉成灰 我们跟随台南社大专员 张哲伟的脚步 来到同样堆放炉渣 和吉成灰的另一头海岸 地面上看得到不少破碎太空包 透过XRF元素分析仪器 现场进行快筛 结果这一侧不得了 土壤里的重金属含量高得吓人 PB是铅 铅你看它是11700ppm左右 已经超过很 对 然后铅更高 铅的话大概是159000多ppm 然后铜的话大概是2000多ppm 然后它也有镍 根据多年来长期研究 看到仪器显示 一眼就有看出来 这是电葫芦炼钢所产生的吉成灰 相较更内陆一点的土壤 数值更是天差地缘 我们看到它的 对 这边就没有基础了 铅就几百而已 还是绿色的纸 就是代表它还是正常的纸 一般土壤合法 对 所以它就没有红色的纸 就代表它其实是还蛮正常的土 然后重金属含量并不高 为了确认这项调查数据 台南社大行动小组更自掏腰包 委托专专业机构进行检测 果真确认了他们的推测 像这边的吉成灰 我们打下去 新含量大概都在二十几万ppm 然后清含量大概在三万上下ppm 这两个是最高的吉成灰特性 其他另外像葛 铜 镍 各种都有 但只有董没有 其他大概都有 环保署承诺会在三个月内完成污染范围调查 同时针对污染物成分及深度 彻底汇整完整资料 但另外外界质疑的是 这块临近新丰掩埋场的海岸 怎么会变成炉渣 吉成灰 随意弃制掩埋的场所 调用1996年的空拍照片 答案一目了然 透过当时的空拍照 清楚看到掩埋场附近 本来应该是海岸沙滩地 但海岸沿线疑似被围了起来 而照片上一团一团白色圆点 就是装满吉成灰的太空包 和2016年的空拍照相比之下 很明显原本应该是空旷的海岸 已经被覆盖起来 有大量吉成灰填海造陆 里面太空包很整齐这样排列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小型野蛮厂的规模 看得出来是一个野蛮厂的规模 那根据工部门当时给我们提供的资料说 这边当时是要做生活垃圾的掩埋场 但是我们查黄包署的资料也查不到这边 我们只查得到新封垃圾掩埋场 是在这一块 这边其实没有 没有资料可以查 所以这整个就是一个很吊诡 我们当初在请县政府厘清的时候 也有在厘清为什么会被变 因为它是保安林地 但是它好像在90几年的时候 被编定成特定目的使用地 可以做特殊目的使用 那这个部分我们还得新封线厘清 它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变更 不过依照林务局或新封线政府的说法 他们并没有核准任何东西在上面 包括可以填埋废弃物这样 实际透过内政部营建署 国土规划地理资讯系统查询 受污染的海岸地段 在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区图来看 新封掩埋场附近一带属于特定专区 但附近海岸则被归类为森林区 不过在非都市土地使用边地上 却被列为特定目的事业用地 专家就质疑 显然有人刻意用炉渣掩盖住集成灰 后续开始包括跟新竹县政府合作 厘清相关的责任人归属之后 就会启动后续的行政作为 那当然包括我们也会跟经济部 跟台湾钢链做一个联系 看这边是不是能够协助我们来做 后续废弃物的清理 台湾钢链的处理量本来就很大 我们一年可以处理到20万吨 所以目前我们也有余裕的量 所以协助那边处理应该是不成问题 相关炼钢业者愿意出面帮忙 但是让外界好奇的是 集成灰这种含有重金属 代药芯被视为有毒的废弃物 要怎么经过处理 变成有价值的回收物 我们实际到冶炼厂一探就近 集成灰被载送到造力厂 和焦炭等造扎器混合 透过自动输送带 就能送往悬崖冶炼链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现在一直在掉下来 那个就是造力过的集成灰 对 我们造力过的集成灰 还有我们的焦炭 还有我们的那些照扎剂 比如说石灰或是灰灰 这样子经过我们的电脑配笔之后 它自动配料之后 就直接往这边送 送过去的话就是送到悬崖里面了 从外观看 悬崖看似一根大型水管 但里头其实是倾斜耐火砖 打造而成的空心源 借由炉体本身旋转 传送废弃物通过 同时将有害的集成灰也链 把里头的重金属还原 就可以回收再利用 绿的集成会照力的 到竹鲁碗要多久 需要六小时 这么久 因为它是一个慢速 它必须要先慢慢的预热 慢慢的到升温 然后教它要点火 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然后最后还要经过 它的还原氧化 到最后烧结 最高温度到1300度 经过我们高温野链把新链那些有价资源的金属回收之后 剩下的话烧结就很稳定的 就是这边你们可以看到的炉渣 透过野链后产生的炉渣 还得经过实验室检测 符合国家标准 才能当作集配混合材料 而集成会当中丰富的新 就成了粗氧化新 是现今很多国家取代新矿的重要来源 虽然是有害事业被击 可是在我们资源回收循环的立场来讲 它是一个有价的资源 因为里面含有很丰富的新 这些链这些都可以做资源回收 那我们拥有全台湾唯一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这个技术 这叫做高温野链的技术 我们可以把它有价的金属把它回收 然后剩下的炸就是一个无害 完全可以符合工业局再利用法规的 可以百分之百去进行再利用 现在布局台湾 各国甚至跨海收购集成灰 就是为了提炼当中的有价金属 对比新丰野埋场西侧 绵延两三公里 堆积高度大约一层都高的集成灰 原因就归就在处理技术 跟管理层面问题 二十年前是没有办法 因为第一个是政府那时候也没有立法要处理 没有管制要处理集成灰 就是八十五年那时候的话 我们政府才意识到 这集成灰必须要妥善的处理 所以才会去鼓励炼钢业者出来 就专门来处理炼钢厂出来的集成灰 在还没再生厂 也炼集成灰回收再利用之前 早期处理厂技术不成熟 无法妥善处理炼钢产生的集成灰 但还团更质疑 这种有毒的事业废弃物 当初就应该严格监控 却被掩埋了二十年后 当中明显严重毒质 那因为电火炼杂是一般事业废弃物 但如果是有害 集成灰是有害的废弃物 而且他们当初检测的中金属的容出 已经超过标准 也应该是有害废弃物 但是他们就没有去进一步的处理 那我觉得这个是 因为当初除了县市政府 还有环保署的人都有去调查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种集体的怠惰 我们目前大概程序就是 我们会做量体的调查 然后会估算一个经费 那我们会找到相关的土地关系人 像林务局或者是国防部 那或者新竹县政府这些 我们会厘清相关的责任 那我们大概最近有一次会议 我们大概会厘清责任之后 开始就会进行全责的划分 到底谁要来负责清废弃物 环保署承诺会在期限内给交代 同时找出相关责任单位 立即进行有毒废弃物清除作业 只是类似随意请到掩埋的状况不断 20年前埋在海边的毒瘤 还只是台湾沉寂已久的暗窗当中 一个被揭穿的叙实 不及早因应 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废弃物一直是台湾急需处理的环保问题 无论是焚烧或者是野埋 都需要合法场地运作 但根据统计 全台有180处非法垃圾气质场址 其中又以中南部山区居多 当地居民在没有钱可以清运的状况下 生活环境臭季冲天 再加上野埋场有严格条件规范 兴建不易 他们所面对的影响跟困难 广告过后继续揭露 休息一下再回到热线最终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台湾每年产生将近3000万吨 一般家用垃圾及视野废弃物 全台24座焚化炉 年处理量就超过了650万公吨 这些垃圾焚烧完之后 所剩下的非灰和底渣 部分进了掩埋场 少数不法业者为了省清运成本 干脆把废弃物再到山区弃制 根据统计 全台湾有180处非法弃制厂址 其中又以中南部山区居多 当地居民在无钱清运的状况下 生活环境臭气四散 再加上野埋场有严格条件规范 兴建不易 根据环保署估算 全台68座公有野埋场 仅剩下400万立方公尺的容积 预计3到5年之后将面临饱和压力 这场垃圾大战 你我都摆脱不了关系 该怎么样及早因应 成了眼下迫切解决的难题 记者蔡佳恩 张宏顺继续深入追踪 大型木柜 家具 破损的木质贴皮 废弃的天花板 垃圾袋四存散落 另一头破碎的石面瓦 深受铁条 帆布 被堆积在草丛树木中 一旁沉堆的家庭垃圾 里头还有毁损的沙发 就直接被丢在道路边坡底下 在高雄内门区一带 隐秘山区道路旁 垃圾废弃物被随意弃聚的景象 长久以来一直是当地居民的痛 这天李明公大哥 再如我们前往当初垃圾被随意弃聚的地方 再次看看现在的情况 在公大哥带领下我们来到曾被清倒的地点 原本只有水泥忽然的道路 现在多了大型铁网 围住可能被清倒的漏洞 这些所谓外来来偷渡的本质 每一位他做黄砂蜂藏 他在后来做黄砂蜂藏 防守人偷渡 一招一招 就是都倒到 十位都倒到成城就对了 有可能是整个老板 一老板两老板都有 都有 对 甚至到这边那边 为了清理满坑满谷的垃圾 在台塘和李明的协力下 清了好几个月 才将废弃物全数清光 只是铁网刚安装完没多久 我们又发现被人偷盗的新垃圾 也是有人有心要变成本色 有啊 也是有烦恼啊 但是这种的你就这样 我们就是 红枝有良心的人 你一股没有良心的人 他有当时他如果三公斑枚 发现没人的时候 这山顶枯啊 没人在出口了 他有当时他也在偷盗 对啊 像现在这样有没有 这现在他们清了后的时候 他还偷盗这里了 李明丹游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附近紧邻的农塘 是当地畜牧灌溉主要用水 如果废弃物被清倒在这儿 一旦下雨冲刷 很可能连用水都被污染 因为他头到这个所在就是 就是我们这个 来南里这个农塘 这总共因为 这就是我们台南四所来做的农塘 我们这就是都没有地下水 都靠这个农塘 高雄内门地区不只有内南里面临垃圾问题 临近的中埔里跟内东里同样为非法弃聚的垃圾所苦 里长带着我们前往山区 眼前茂密的树林背后 竟然藏着大量的垃圾杂物 石棉瓦 居家垃圾 甚至废弃建材什么都有 这衣装有哪个偷偷一件 我们把工作翻译 工作已经有来采购习牌 但是他也是要在偷偷 我们看着偷偷的什么东西 这有一些家庭用品的汇气物 还有有福连瓦 福连瓦 这说起来是国家经营的东西 有毒的 你随便你穿着地 他不可以载这种东西 他现在车车 算是这三口气就无法担 这是最近 这是以前穿一遍后再来倒的 里长越讲越无奈 就算区公所已经放了告示牌 不法分子照样把垃圾 载到山区随意气质 当地居民不是没有想过办法 自主巡守队不定时巡逻 但始终抓不胜抓 就算想比照搭建铁网阻止 但就怕效果有限 刚才你有抓到人 不然你也没法抖 他晚上在头抖 我们根本不知道 他像他们穿这种的 都差不多人家听搭建 早已有这种书编画 听搭建 他现在车来 李凡部局不知道 就算是他保充 在的互别平台 互别平台 对 他们差不多经修的中间 他这个中间 如果没有说 算是有更共识的处题 说起来 我们要围不得了 整座楼这么多 你不可能围一十 他去倒八十也是同样的意思 也是同样的意思 曾经也为垃圾所苦 瑞山里长就坦言 内门区地处偏远 长期被不法分子当成随意气质废弃物的地点 对 抓不到头的人 刷地主 目的的这些老人 倒在那刷生族的人要刷 这样实在很不公道 对这些事情发生 到现在我总共一句话 我们的法令有问题 我们的法令绝对有问题 比如说没有许可证 或是说请到了人家土地 那这个部分我们就会 就会通知这个警察 那个环保警察 那环保警察这个部分 就到时候就会用通知检察官 来做相关的一个侦办 高雄市环保局和检调警察单位联合 针对非法气质加强取缔 但非法气质废弃物的情况 全台都有 根据环保署统计 截至106年6月 全台非法气质长址 总共有478处 298处已经解除列管 剩180处仍然无法解决 如果依照地区划分 北部有35处 东部有9处 中部有53处 南部最多有83处 占得快要一半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真的抓到的部分 就你还是必须要做请 所以现在大致上 我们只要接到这种案子 如果比较严重 当然有时候有 有时候比较量比较少的部分 其实就我们环保局这边来 来做一些 一在飞行网来做处理 垃圾非法气质问题 成了眼前烫手山芋 但危机还不止这样 全台24座营运中焚化厂 年废弃物处理量 662万公吨 但台湾68座营运中的 工油掩埋厂 剩余容积 仅约400万立方公尺 预估两到三年后 将面临饱和压力 一旦垃圾无处可去 非法气质将有可能更加猖獗 环保署因此 从近几年开始 致力于将旧油掩埋厂活化 提需要掩埋的废弃物找空间 因为本来旧油掩埋厂 可能是在买生活垃圾 那时候还没有 焚化厂的时候买的 那我们可能把那些垃圾 做一个塞分 那塑胶部分可以回收 那真正垃圾在哪去烧 那就会有一个活化起来 新的掩埋厂 那可能就以备到时候不时之需 更令人担忧的是 除了一般生活垃圾 台湾每年产生的事业废弃物 也有1800万公吨以上 其中淤泥如渣 及不可燃废弃物 也因为掩埋厂不足 有的甚至被非法掩埋 为了避免类似状况发生 民间合法的掩埋厂业者 同样也积极寻找解决办法 掩埋厂它 它不能让它泡在地下水里面 考量到它会不会污染到地下水 那第二个是它会不会因为 因为那个地质的变动 然后造成它的东西跑出来 我们到这边就会先进行 废弃物的一个卸料动作 那废弃物的卸料动作 我们会放在我们指定掩埋的一个区域 今天进来有24包 我们大概会采22包 就是一半以上的一个量 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样品 那将这个代表性的一个样品 提供给我们的一个实验室 去做重金属的容处的一个实验 去检验它到底 有没有国家规定法国的一个管制标准 经过采样的废弃物进到实验室 敲碎装入萃取液 还得放上仪器 花上18个小时做溶出实验 废弃物融出后的液体之后 还得经过电章光谱仪器 进行各种重金属成分分析 得全部符合法规标准 才能进到掩埋厂里掩埋 高雄岗山民营的废弃物掩埋厂 占地近60公尺 严格的废弃物管理过滤 控管进入掩埋厂的垃圾成分 深达20到22米深的掩埋厂 地底下的防范结构 每个环节都要求严格 在掩埋厂建厂的时候 我们在底部有三层的一个阻水层 我们第一层是0.2公分的 HDP的一个不透水布 HDP的不透水布下面的一层是 30到50公分的一个天然的黏土层 黏土层下层 最后一层的阻水层是造土布 我们这三层的一个目的 主要是能够避免说雨水 入升到掩埋层 新增渗出水之后会影响到地下水的一个部分 靠着层层防护措施避免雨水渗透 有害的重金属物质污染水土资源 封场后的掩埋厂经过整地绿化 还能设立太阳光电板 发展再生能源 颠覆外界对掩埋厂脏臭乱的刻板印象 以目前我们掩埋厂大概 封场我们会在整个最上面的一个 废弃物的一个最中层去做不透水布的一个覆盖 那避免覆盖完之后 我们还会做依照法令的一个规定 做50公分以上的一个覆土 那这个覆土完成之后 我们上面还会再做一个直升的一个作业 让整个绿美化的一个部分能够更完整 掩埋厂在封场后可以发展绿能 但要新建一座掩埋厂 碍于深色困难 设置不易 在容量日渐饱和情况下 未来势必将面临垃圾无处可掩埋的难题 事实上现在的掩埋厂 数量会有越来越少 可用的掩埋容积 在可能这个最近这两三年三五年 大概就会达到可能就没有这个容积了 我们废弃物应该怎么样妥善地去做回收 提升它的回收率 那这样的话 你掩埋厂深色下去的话 我们的掩埋厂寿命才可以比较一个延长 深色新的掩埋厂得顾虑到地形水质 各方面层层考量 也正因为深色困难 面对只增不减的垃圾量 现在掩埋厂也开始朝 废弃物回收技术发展 以确保掩埋厂寿命 针对有害的失业废弃物 你还是要去经过中间处理 那以中间处理的技术 它当然有很多技术是成熟的 可是我们会去更精进 甚至于有一些废弃物 我经过这个一些回收的技术以后 我就可以去再去做再回收 达到这所谓的循环经济 焚化炉产的底渣 妥善去化还能有效利用 有害的飞灰 现今也朝融融技术发展 企图取代固化掩埋的做法 但追根究底 垃圾出于你我的身上 不从垃圾减量 资源回收做起 这场垃圾大战 恐怕将永远是个无解的难题 要设置垃圾也埋场 除了场地 还需要有充足的硬体设备 才能达到资源处理 跟维护环境的使命 下一段节目内容 要带你来看到的是 您知道台湾的防空洞 最多的限制在哪里吗 答案是基隆市 总共有682个防空洞 是什么样的历史背景 开凿出这么多的防空洞 广告回来 我们就要告诉您 这些文化资产的故事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您知道全台湾防空洞数量 最多的是哪个县市吗 答案是基隆市 目前基隆地区 总共有682个防空洞 根据文献记载 日本统治时期 在基隆开凿出许多防空洞 一来是当作作战指挥所 二来遇到空袭时 民众可以紧急避难 然而基隆防空洞数量如此庞大 翻遍整个基隆投资中心 却只有在民国59年 民国62年的基隆连舰上头 看到短短的两行资料 资料少之又少 引起了台大建筑 与城乡研究所学生的兴趣 他们组队 仿插每一个防空洞 揭开基隆防空洞的战争历史 也揭露出这段暗黑文化资产 透过热线追踪镜头 跟着资深记者 朱寒瑜 周宗林 带大家一探究竟 有多黑有多暗 循着当地居民的描述 实际来到防空洞里 一探究竟 好不容易从当地里长的手中 暂时借来防空洞的门锁钥匙 提着灯拿着手电筒进入防空洞 这里是基隆知名景点 许子桑古厕附近的防空洞像 也是文史工作者李正仁自家的后山壁 带着我们熟门熟路往洞里钻 他们都有做测量 他们有做东西吗 这顺应地势 你看它是一个学步的方式 其实我们刚才一排这方向 有隧道一排 这排全部连接 连接到往里面再做两个 这样是变成说 那个时候的阻段 很多阻段都是所谓火焰 再不去那里堂 李正仁的意思是 如果用图形说明 许子桑古厕的防空洞 从外围来看 总共有五个出入口 但这只是第一层 往里面走 第二层的防空洞 会汇集成两个 因为当时为了躲避炮击 保护更多民众 防空洞挖得非常深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点 就是接近我们家人 上楼的一个廟口 当那个 我们的所谓国金 我们现在说国金 以前就是全中国朋友 他们对重庆飞令 他买起来 是陈奈德带来 来轟炸 轟炸台北 轟炸基隆港 他就轟炸到这里 他就像旁边 旁边 我们的廟口 三个人都会 米对吃来 即使在炎热夏天 洞里面依旧是非常凉爽 而且建筑工法相当讲究 然后这个做工很细 你看 这个切都切到这个角度 这个壁 那个弧线 两个弧线的衔接 对 这是方法 不过 没人整理加上年久失修 难免会有破损漏水之处 防空动力也会有小动物小昏虫 最担心的就是眼前漆黑 前方的路根本看不见 可以看到吗 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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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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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顶白厨 一顶白厨 没有 这一顶白厨 怎么会 还要照顾 走了大半个钟头 其实只是防空洞 三分之一的样貌 而像这样 暂时军备防空洞 您知道在基隆地区的数量 有多少吗 第一次 第一次 这东西以前给的也是 不是很齐全 他这边有做那个 一个讨论调查就在这里 翻遍整个市府图书馆 文字中心就只有这两本 民国59年 民国62年的基隆年鉴 针对防空洞有文字记录 59年的年鉴记载着 防空洞的总数量高达682个 到了民国62年 稍稍减少变成673个 怎么会少了呢 可能有人在前面搭建什么 东西建物或什么 把它当仓库有的没有 伪装起来 你根本就不容易找到 会有这种现象 以至于就 人家没有去注意到它 是防空洞 以前这样子找600多个 你现在这些找 恐怕少叫一两百个以上 你前面都盖住 盖房子盖住 遮蔽住了 非常时期 对于军备 礼当会 多加以琢磨记录 不过翻篇整本书 年鉴当中 只在第二章 基隆港警内容里 提到防空避难设备 仅仅一行字 防空洞682个 可以容纳84090人 而这也是目前 唯一公开的 防空洞官方记录 我觉得资料 其实不一定少 因为对于一个 军事设施 它一定要有一些 统计资料 或者说比如说 它要有一些建档 到时候它知道 什么东西放在哪里 就是说单纯的资料 不一定少 可是它资料可及性很低 你要取得很低 因此这就影响到 研究的方便性 整个基隆市 682个防空洞 全台数量最多 但史料少之又少 当地居民说 基隆长期以来 都是军事要塞 阿公阿嬷的年代 曾经耳听面密 不能随便拍照 就怕照片外流 敌人掌握情势 一举进攻 而在当时 防空洞受重视的程度 其实也不高 为什么研究少 因为它比较不被重视 比较看不到 那那个 在建筑跟构造的形式上 比较不觉得它重要 我觉得研究少跟资料少 并不一定一致 就是说其实 研究真的是很少 可是资料是不是很少吗 我们也不一定 能够这样断言 因为我觉得很多 也许是不一定看得到 或者是它在记录 那个资料的时候 不一定是很详细的去记录 它的那个空间 建筑形式 或里面的那个 那个工程的做法 反而是比较在利用 防空洞要如何空间利用呢 它是李德宇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所的研究生 不管烈日寒冬 只要一放假就往基隆跑 他和班上几位同学的实习作业 原本要介绍基隆的军备设置 炮台 没想到现场实地访查之后 研究题目大转弯 炮台跟基隆寺的人的生活 其实有一点分开 就是问附近的人 他们其实不太了解说 这个炮台的历史怎么样 防空洞有关的回忆 就是比如说小时候在里面怎么样 这样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原来其实还有像防空洞 这样子的军事设施 它也是在战争之中被留下来的 可是其实没有一个防空洞 在基隆寺被登记成历史建筑 或者是怎么样 这样子有受到重视 对 然后也没有拿来用 然后接着就开始觉得说 好像有点可惜 于是研究计划名称 就叫做化被洞为主洞 寻找每一个基隆的防空洞 而且其中状况不少 抢那个红红河 抢红河 这有一个很大的红红河 悄悄绕进住家旁边的小侧门 因为防空洞被民宅遮住了 就算附近住户同意 让我们入内拍摄 依旧是不得奇门而入 通常门没开的话 我们就是可能 就周围的环境拍一下照 然后可能最多是手伸进去 然后就是会去问说 住这个防空洞旁边的人 对这个防空洞的故事跟印象 就不一定要把它打开 对我们来讲说 收集到旁边的人对他的故事 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 把它打开了 根据这群台大学生所做的整理调查 目前基隆市682个防空洞 产权归属复杂 包括警察局89个 航港局13个 国防部以及私人部分 碍于敏感度和机密性 官方无可奉告 而在过程里面 还有一些意外发现 防空洞的用途多多 市区马路边 这间看起来像是夹缸中的小屋 就是防空洞 老旧招牌写着 可以容纳586个人避难 走入一看 千万别吓一跳 那我们介绍一下 这边是你的工作室是不是 对啊 我去做脸吧 所以客人会在这边做脸 对啊 中间毛 窄小空间 摆了一张床 以及简单的美容用具 这里是货真价实的 防空洞美容中心 老板娘看重的就是 除了原本的空间之外 房东还附上了这个防空洞 就原本是完全防空洞嘛 你来的时候它长什么样子 来的时候是 它讲的不是这样子 比较好守 对不对 后来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的时候想一想 还是我们再把它打扮一下 刚开始我们去 下游戏吧 下游戏感觉做不做 还是差不多两年了 我来这边差不多两年了 后来去买一些花嘛 把它贴 后来改变那个装一些那个什么 透风嘛 给它出来比较凉快 所以后面那个空洞是谁做的 是我啊 对啊 是我教师后来做啊 更令人惊讶的是 防空洞美容中心没有安装冷气 靠着几个小风扇足以透心凉 没有客人来这边之后觉得这个很特别 有啊 它说哇 里面那么凉快 蛮舒服的 原来就样子了 防空洞就样那么凉快 那么舒服 他就说 哇 以后我不要装冷气了 只是不少防空洞都已经改建 重新利用 如何从有限的线索里面 寻找其中的历史典故呢 我们可以从防空洞的墙面 去判断它大概是什么年代建造的 比如说像这样子红砖 它这样子拱门的工法 其实是日本日智时代当时很流行的一种样子 所以可以判断说像这个这样子 它就会是日智时代盖的 然后墙面还可以分成另外 总共有三种 一个就是这个红砖 再有一个是水泥墙面 就是已经铺过混凝土了 那就比较有可能是国民党他们来台湾之后 另外再去铺上去重新整理过防空洞 然后再还有一种就是日智时代的时候太赶 来不及用红砖去铺好的 它就会是像这个洞里面这样子是裸露的岩壁 对就可能就会有一些手蕉很有机的形式 每个年代的建筑各有特色 防空洞当然也不例外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去引起了基隆的人 重新去看到防空洞这个东西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到一些居民 他可能住在这边十几年 然后他都没有发现说这边有防空洞 但是有时候又会问到一些人 你跟他提到防空洞 他就会突然就是眼睛都发光 然后跟你讲很多他小时候的故事 在学术研究的领域里面 向来不是主流文化资产的防空洞 到底代表什么意义 避难 那向来不是文化资产的主流 所以延伸的战场 墓地 这些其实过去都比较不是主流 不过近年来国际间 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所谓 负面文化资产 或是叫做暗黑资产 其实越来越重视 因为它其实跟很多重要历史事件有关 单单防空洞其实不太能 就建筑物它怎么样讲故事呢 它当然还是要跟人连接在一起 跟社区连接在一起 跟历史资料连接在一起 所以可是过去好像 你比较少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我觉得唯有这样子才能够让历史空间 历史构造历史建筑 重新找到它的生命 暗黑资产也是历史遗迹的一部分 透过特殊的军备建筑 诉说当年基隆的故事 文化导览跟观光是一体的 基隆想要发展观光的话 它要发展所谓唯一 什么叫做唯一 因为是百年以上的海洋城市 当然有包括什么炮台 什么灯塔 但是山洞的话是全台湾通缉的地方 但是到目前为止 那个政府单位没做什么 也没有什么开放的 那个所谓动作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步我们正在加油中 对于防空洞 当地居民的回忆很多 但外界了解的故事却很少 百年海洋城市的防空洞 要如何释出 如何国化运用 目前看来难度颇高 基隆是一座百年以上的海港城市 当外来势力想要进犯台湾时 首当其冲 有炮台 有灯塔 有全台最多的防空洞 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成了历史文物 虽然无法再做防御使用 但是否可以活化作为观光材 这个话题可能还需要经过热烈讨论 来寻求共识 目标当然是可以达到最大的效益 休息一下 再回到热线追踪 二战时 美军为了切断日本后援 锁定基隆港轰炸 因此防空洞多而且密集 成为独有的在地特色 文史工作者也发现在228事件时 有很多人躲在防空洞 最长生活半年以上 有人呼吁基隆市政府要评估局部释放来活化城市 其实其他县市已经有活化防空洞的案例 例如台南麻豆总颜艺文中心 还有彰化县政府也在2006年将防空洞改造为战争史机馆 解说甲午战争 以为战争八卦山会战的故事 成为热门景点 走进防空洞里头 仿佛也走进时光隧道 这些案例都可以当作活化历史遗迹的借禁 发烧话题追根究底 我是王宇宙燕 热线追踪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